大家好,我是Stan 今天我收到了非常多,非常多网友们的私讯 真的是第一次同时收到那么多同样的私讯说 还有一股新人女团艾莉的Magnetic MB 目前在华语圈引起了XX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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将中国论坛的内容带过来用Google翻译了 简单整理一下重点就是 这五位兽女士被关在一个密室 她们往独角兽指的方向逃离 独角兽代表着纯洁 她们逃跑的样子都被监控拍下来了 将她们关起来的人从监控中看着她们 而在兽女们逃跑的过程中 天花板和地板上出现了榜上的塑料袋 这会让人联想到使用过的保险套 接着兽女们跑到了V型角落 兽女们打破了墙壁试图逃脱 V型墙代表着处女 本以为打破墙后会是光明 但还是无法逃出 兽女们都感到不安 这时候的歌词内容是 正当兽女们忧郁的时候出现了一则光芒 但兽女的手势会让人联想到一些东西 兽女们找到钥匙后 开始在疑似是饭店的地毯上滚动 但最终又滚动床上了 这时的歌词 发音很像 然后天文中也提到 MV中出现了很多紫色粉色的蜡烛 脚步特写 膝盖沾了东西 舞蹈动作等非常可疑的画面 这位网友也附上了 最初提起这个争议的中国影片 以及海外YouTuber的影片 具体的内容 华语圈网上资讯非常多 有兴趣的人可以去看一下 最后这位网友表示 一般人可能不知道 但有那方面取向的人 会一眼识别出许多元素 不是要大家一起骂成员们 在中国也是说成员们没有错 是受害者 而问题是出在嗨补的制作人身上 因为韩网只有一个贴文 投论了这个内容 所以除了重复的之外 我就没有再选 直接按照顺序给大家读一下 韩网的留言 墙壁为什么代表处女 太奇怪了 后文的人清醒吧 举的例子一个一个都 能看出你的日常是什么样了 和bad bad bad发音差不多 哪有这种歪理 周末了在bed上多睡一会吧 后文的人小心被提告 我怀疑你的精神状态 你知道这组合里有未成年人吗 中国黑粉羡慕Kpop 所以会找各式各样的理由抹黑 你是韩国人会被提告的 不能抓他们 但你会被抓 清醒点吧 变态是你 紫色会联想到成人用品 这又是什么歪理 一看到Bergin什么的 不觉得是傻X的话吗 越看越觉得是强词夺理 真的能正常生活吗 从说绑架的人 是用球来吸引开始就莫名其妙 为什么一开始就要假设是绑架 为什么又提到保险套 只能觉得真的是硬要凑合 原来不只是我觉得无法接受 除了花的花以外 都觉得 在MV里塑胶带打了结 就看起来像是用过的保险套一样 是吧 是不是要用儿童保护法来禁止 超市用白色塑胶带交到小孩手上呢 真烦竟然说这话是猩猩行为 是颈部分成两叉 那些不是手脚而是叶子吧 是吧 这能正常生活吗 是吧 脑子里是装了什么啊 专机的标题本身就是Superrealme 从概念影片到MV 都在表现具有个性和独特的超能力女孩的概念 真的怀疑你有没有看过 根本就是随便说一说 然后再说 哦 好像是那样 又开始了 去看医生吧 破文的人 说有一点点道理的贴文主是正常吗 还是只是想要抹灰所以带来的 是多么傻眼的话 连平时攻击埃里的我们国家的黑粉们 也不会用这个说什么呢 上传这个贴文的人 可能是被网友们的留言骂得太严重 所以就删了这个贴文 而在剪辑这个影片的这个时间为止 在韩网也没有人再讨论这个话题 所以对于在华语圈引起的Magnetic争议 以及韩网的反应 大家觉得怎么样呢